什么,你再说一遍 花季完全没搞懂,余香怎么变了个人 蓝哥哥温和地问我,那表情可和蔼了,一点都不冰山 他就问,你可是卫英表妹 那表情呀,就那个什么雪,还你给个词 卫无线道,晴光硬雪,秋日暖阳 对对对对,余香激动的连连拍手 蓝哥哥可真是个大好人,证人君子 传闻果然不假,确实是寒光君呀 华季与卫无线面面相取 显然两个人都不明白余香为什么那么激动 在他们听来,蓝忘机不过是客气地打了个招呼 余香见这两个男人一脸疑惑,问 你们不会吧,就一点都没听出这句话的玄机 华季,连你都没听出 我,我应该听出吗 我想想,啊,我明白了 他搞错了你们的关系 实际,魏无线和你没有雪情关系 只是江家的弟子 但他尊称他为你表哥了,是这样吗 华季被点名赶紧接话 所以啊,我说你们 如果你们和韩光君一起去追女子 他虽话少,但一言顶你们千言 美女都被追走了,你们估计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天我就给你们两个上上课 余香大摇大摆地坐在凳子上 手指敲了敲桌子,示意勘察 华季马上给魏无线使了个眼色 魏无线看着他的眼色乱了半天,才猛地明白了 不情愿地去给余香倒了杯冷茶 余香脆了一口,皱了皱眉 看了魏无线一眼 随即无所谓地笑了笑 开始了他的恋爱小讲堂 蓝哥哥这句话有好几处厉害之处 其一,那天我叫魏哥哥的时候 花季,你记得你对我说过什么吗 你是不是叫我别直呼魏哥哥 要用那个谁来代替 事实上,穷奇道之后 即使我们自己家中都陆续有族人为了避嫌 用那个谁来称呼魏哥哥 外面的人更是叫得不肯入耳,狗,什么的 滑稽寻思,你这么说还真是 我那天还说,尤其是姑苏兰家 最是名门正派 他居然直呼了魏公子,没有避嫌 余香接着说,这只是奇异 第二,你知道他管魏哥哥叫什么吗 我几乎是平生第一次听到 平辈有人叫这个的 他叫他魏英 我江哥哥都只叫魏无羡 只有江叔叔会叫魏英 话记道,还真是 若我见到魏无羡 也致叫神魏公子 断不会叫魏英的 蓝湛 在一旁默默听着 却一言不发的魏无羡心中莫名感动 小丫头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事到如此 蓝湛对自己却毫无避讳 一如当年 还有呢 所以你们真别小看这么一句话 第三点 华记你算说到了一点 但你完全说反了 于香接了接嘴 请指教 华记真心请教 蓝哥哥这样心思甚密的世家公子 说是家主之一都不为过 对仙门之间的关系 即便不感兴趣 也断不会出错 他当然非常清楚 魏哥哥是江家养子 与我没有血缘关系 却还问我是不是他表妹 他认为魏哥哥就是江家的亲子 和江哥哥一样都是我的表哥 另外 他还觉得这是一句友好的问候 也就是说 他知道我认可魏哥哥 把魏哥哥当亲哥哥 很可能他听魏哥哥提过我 男人简单一句话 被女人剖开了四层意思 魏无羡和华记 感到一阵凉风吹过 身上好像没穿衣服一般 凉嗖嗖的 堂内一片寂静 三人都陷入了沉默 没人知道 余香分析的对不对 但起码听起来挺有道理 余香眼光闪闪笑容灿烂 怎么样 你们两个人听呆了吧 是不是觉得蹄虎抓顶 魏无羡和华神来道 确实蹄虎灌顶 灌顶 余香也愣了愣 估计在想蹄虎如何灌顶是补鱼 如此说来 韩光君非但没有避嫌 还把魏无羡尊为朋友 向朋友的妹妹打招呼 华记总算听明白了 你总算明白了 没枉费我说了半天 平时很多人都标榜自己是君子 自称是兄弟朋友 当你风光无羡的时候 自然每个人都叫你公子 要做你朋友 但谁是真正的公子 谁是真正的朋友 只有在你跌落泥土的时候 才会知道 而这韩光君 就是世间少有的真君子 我为哥哥的真兄弟 在人人避之不及的时候 他还用如此寻常的语气寒暄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哎呀 这韩光君才几岁呀 就能当我们老师了 那样子可真是 美男子中的美男子 家境才华 无意样样第一 简直是人间极品呀 当然我可不是肤浅的女子 我看中的是她的人品 我娘亲果然还是爱女儿的 没见韩光君之前 我一直还在跟她付气呢 余香像被点了火的炉子 噼里啪啦的在一旁说个不停 魏无羡却陷入了沉思 蓝湛的话虽不多 但给她的关心总是非常直接 从其到后 蓝湛多次来乱葬岗 陪着自己起居生活 自己也一直视她为毕生知己 对于她的付出 有时候甚至习以为常 因为如果事情发生在蓝湛身上 自己也定是一样的付出 不过是理所当然之举 实际在屠露玄武洞 听到蓝家覆灭 蓝锡城失踪时 魏污陷便打定了主意 出去后要跟江叔叔说明 让蓝湛住在江家 当她醒来不见蓝湛时 心中说不出的交集 一心想去找蓝湛 但那时兵荒马乱 江家需要守护根本走不开 只能不断给蓝湛去信 心中坠坠不安的 希望她一切安好 这几年下来 听学找鹰铁 家族兴衰 讨伐温士 穷奇道事变 乱葬岗 和蓝湛从初始到出生入死 明明只有数年 却像过了几辈子 两人虽没败过靶子 但似乎连同年同月同日死 这种重视 都不过是句心照不鲜的废话 不知什么时候起 蓝湛变得比她 从小玩到大的江城 都似乎更轻得多 想起那天蓝湛要回去教书 与她在乱葬岗告别 自己心里很是不舍 但肯定不能说 不然大男人太丢脸了 结果自己插颗打魂的一手伸入她胸怀 摸到一个钱袋子 就赖着脸皮说 有钱人回家用不上钱 都给自己吧 蓝湛只是笑笑 又从袖子里摸出几个金元宝 一副要用钱砸死自己的样子 把金子都塞到自己怀里 两人对视片刻 也不知道谁的眼睛朦胧了 蓝湛猛地转身 遇见走了 一句再会都没说 缓缓 魏无羡想的出神 被余湘拉回了堂前 怎 怎么了 魏无羡黄了谎神 余湘不满道 我刚刚说的作战计划 你都听了吗 明天起 不要再用我们本来的作战计划了 这次要把计划改为 一定要让韩光军爱上我 这为什么贴不上去 一个画着大王八的白纸 金飘飘地掉落在地上 这跟我听来的不同啊 华安 你知道怎么把这个王八贴在蓝二哥哥背上吗 余湘对魏无羡低声说 方才蓝望鸡从他们身边走过 余湘马上把一幅画制出 想贴在蓝望鸡背后 可是画没贴上 就掉在了地上 我们真的要做那么奇怪的事情吗 魏无羡一脸无奈 当年她听学火夜去后 对余湘大吹特吹了几天 还添油加醋了不少内容 当时这妹妹就听得直拍掌 万万没想到 妹妹所谓的作战计划 就是把当年她在云深不知处捣乱的事情都做一遍 而且也不需要品学兼优了 要反其道而行之 我怎么懂你魏哥哥怎么贴上去的 许是用了什么竖法吧 你会吗 魏无羡心中捧腹 妹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当年虽然是贴王八玩小指人 可背后都是复杂的浮转竖法 倒行浅的便是想使坏也难 正在行思着 蓝忘机忽然回头 手指微动 地上的画纸便飞向她手中 她皱了皱眉 似是想起了什么 道 这是何人的 哎呀 蓝先生 我不是故意的 云香马上举手认领 和脚也有些 肝质 肝质